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韋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晚上八點鐘 今天的韋漢觀點跟大家談什麼 我先談先贏 因為以後時間接近的再談 那就叫事後諸葛了 陳柏惟的罷免案 他到底是個什麼狀況 很多人有拍桌說看都沒有啊 韋漢哥 今天晚上韋漢觀點跟大家一次破解 3Q的算盤 陳柏惟在算什麼 陳柏惟在想什麼 其實今天這個節目就直接告訴你 不管你是支持陳柏惟 或是說我一定要把他罷掉 我是中二選區 我已經受不了了 都OK 大家進來看門道 不要走看那讓 陳柏惟他這一次的罷免案 大家看一下先前兩個罷免案 放在前面可以做參考 應該說三個啦 從韓國瑜的罷免案 以及王浩宇的罷免案 還有黃捷的罷免案 三個罷免案當中過了兩個 黃捷的剩一卡和文 差點就過了 陳柏惟必死 很多人堅信 而且我不是在我們 我看觀點跟大家講過這個話題嗎 台中的嚴家 實力不容小覷啊 陳柏惟 雖然他在2020年的立委選舉 拿11萬2000票 可是嚴寬可能也有10萬7 差5千而已 把勤奏起來 所以其實陳柏惟的罷免機率 我再講一次 他是比王浩宇的罷免機率呢 還低 但是比黃捷的成功機率高 介於王浩宇跟黃捷中間 那 王浩宇過了 黃捷沒過 那到底陳柏惟會不會過 我們的品觀點不能跟隨便打打馬虎眼 我直接在今天跟大家講 今天3月18號嘛 其實我覺得 陳柏惟的罷免案 大家聽著不要生氣 我覺得60%可能不會過 我再講一次 我覺得陳柏惟的罷免案 60% 可能不會過 那不是說一定會把他罷免 要3Q把他刪掉嗎 沒有那麼簡單 觀眾朋友 我是台中人 台中其實基本上 台灣的政治版圖 北藍 南綠 台中呢 其實基本上沒有太明顯的區塊 國民黨 民進黨 都在台中執政過 而且台中市的市民 其實基本上 我不是說台中人溫和 厚道啦 怎麼樣 不忍傷害 也不是 但是台中人沒有那麼明顯的 就是說 我今天呢 討厭一個人 我就恨他恨到股子裡 像什麼 我舉個例好了 可能不是 那麼的貼切 可是我講完 大家就懂了 高雄對韓國瑜 2018年 多愛他 對不對 20幾年沒有國民黨執政過 靠可憐啊 又老又窮 東西帶得出去 人進得來 高雄幫大財 他就當選市長了 沒有人想到他可以當選市長 他當選市長 當時我有想到 可是呢 高雄給韓國瑜 滿滿的愛以後呢 才經過13個月 恨他恨到股子裡 高雄 總統大選 韓國瑜票那麼低 然後不到幾個月 又來罷免他 93萬的高雄人 挑出來要罷免韓國瑜 所以愛恨非常強烈 可是台中其實基本上 他的那個 台中人的個性 比較沒有那麼的愛恨強 就非得要支持誰 不一定 非得要罷免誰 也沒有啦 所以除非 除非 除非陳柏惟 他接下來出現了很多 天怒人怨 或者是人神共憤的事情 譬如說出重大的事件 九戶駕車啊 撞到人 怎麼樣等等 那一種很大的 個人不只私得已經引起眾怒的事情 那他的罷免的那個機率才會往上提高 我現在認為罷免過的機率只有40% 60%是不會過的 那我說話我負責嗎 這是偽翰的觀點 那為什麼會這樣想 其實你要去參照王浩宇跟黃傑 一比你就知道了 王浩宇為什麼過 王浩宇也只多了2500票而已哦 沒有說多高票 他只是跨過門檻多一點點 但黃傑就達不了標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 罷免都是仇恨的動員 所以當你講很多的插話 那我網路節目 電視台我就講插話 如果是網路在講就是就是講幹話 OK 講很多插話的時候呢 是會引來討厭的 可是陳柏惟現在的算盤 大家之所以會聽不懂 會看不懂就是因為 文言哥你不是講過嗎 盡量低調像陳志中 像這個高敏林 他們根本連那個連署都沒過啊 不承愛不就沒事了嗎 不要引仇恨職啊 那大家都說不要引仇恨職 王浩宇也躲得很好 那黃傑出來呢 也是跟大家鞠躬說 拜託拜託支持我 怎麼有一個人跑出來講說 哈支持國民黨都是假公民 那你不是在找罪獸在找敵人嗎 那陳柏惟在幹嘛 就有人看不懂 其實我跟大家講了 這次我要引用我最喜歡的 史蒂芬舟 周星馳的經典名劇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喜歡周星馳講這句話 其實陳柏惟現在目前這種心境 大家都以為他在引戰 他在找死 他在引火自焚 其實不是啦 你要看陳柏惟 你要看陳柏惟背後有什麼人 先講民進黨 先前還有人都跟我講說 啊黃傑是因為某種因素某種因素 所以民進黨才會出來挺 你看不懂黃傑 你當然就看不懂陳柏惟 我早就預言 民進黨會用黃傑的規模去挺陳柏惟 你看 昨天有沒有 民進黨中常會直接給你開會 做成決議 力挺陳柏惟的 陳柏惟是民進黨員嗎 不是啊 那民進黨在挺幾點的 跟黃傑一樣 黃傑他是前時代力量 目前是無黨 他也挺啊 為什麼 因為是犯律嘛 因為這個是 對綠營 或是對民進黨執政的形象來講 友善的事情 他就要把他搞懂了 直接把你擋住了 不讓你往前進了 王浩宇被罷免了 民進黨意外 所以黃傑不可以被罷免 陳柏惟不可以被罷免 只要陳柏惟再擋下來 後面 什麼趙正瑜 吳思瑤 可以基本上就沒有了 所以霸來偉就會停了 所以這一戰不是為了要保陳柏惟 而是要保住 後面不要再有霸來偉 所以民進黨會出手 看起來也會出手 然後台中我跟大家講 蔡其昌 市立法院的副院長 林佳龍是家中部部長 他們對於2022年的市場選舉 都有所這個積極的企圖心 所以正當台中的一個立委被罷免 而且是所謂泛律陣營 他們會出來挺的 你看蔡其昌已經好幾次 跑去問陳柏惟 要不要幫忙 所以他背後會有民進黨的幫忙 甚至連總統都可能出來幫他講話 這一點先考慮進來 那當總統這樣做 而且現在的行政資源 包含行政院跟民進黨 執政黨 全部抑注下來的時候 他的狀況就可比擬黃傑那個情形 會有民進黨的議員立委 跑出來幫陳柏惟 所以他是會有這個所謂的陳柏惟方的力量 不要小看這個 第二個就是說 陳柏惟他今天所做的這些事情 並不只是他會要一個人做而已 今天我們這個重點 你要看懂這個背景 才會知道 為什麼陳柏惟要引戰 常常在繼續罵人 不是應該要這個感謝地方的鄉親 然後盡量不再罵人 為什麼還在罵人呢 陳柏惟他完全不怕會增加仇恨值 反過來講 他巴不得多一點仇恨值 天天上百面最好 這是現在陳柏惟3Q哥他的算盤 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 2018年 台灣基進 那時候叫基進黨 就是台灣基進 他其實在全台灣推出了12個議員候選人 那大家知道那時候 那一次全局 台灣基進上了幾個市議員嗎 不是3Q的3 是這個3抽起來 0個 一個都沒有 2018年台灣基進 派出了12個議員候選人 就全部通通全軍覆沒 票數最高的就是高雄的陳柏惟 那時候他12000多票 落選頭 差一點點就可以上了 那比他高一點的 13000那個民進黨議員上了 所以 基進黨在 2018年推出12個議員候選人 全部全軍覆沒 然後在全軍覆沒之後呢 居然 陳柏惟從高雄 轉戶籍到台中二選區 給他選上立委了 所以常常我們在股市投資來講 雖然我沒有買股票 我也不太懂這個 這個你要問豔利 就是 高風險 就高獲利 風險很高 可是我獲利會很多啊 基進黨現在走這個路線 因為2018年全軍覆沒 可是全軍覆沒之後 中間有隔了一個2020年 這個是你要看懂的 來我現在把這個表拿出來 一看大家知道 2020年的 立委選舉 台灣基進 他也沒有上任何一個區域 他也沒有上任何一個部分區立委 都沒有 因為他的配比 你看在這裡 新民黨下面3%有沒有 那過3%代表什麼 過3%代表兩個意義 第一個 他的3%的政黨票 表示台灣基進已經在2020年 超越了 綠黨跟新黨 新黨只有1%多啊 新黨曾經也是大低聲的 現在在全國的佔比當中不到1%了 可是台灣基進有3%啊 3%離5%的立院的這個部分區的 其實像基進那個 台灣民眾黨就有部分區的立委嘛 他過了5% 那台灣基進沒有 可是3%已經可以有政黨補助金了 所以你就看到這一年多以來 台灣基進他的很多的年輕人 在2018年選舉失利 這些年輕的從政精英 他們沒有被放棄 持續在網路上面有聲量 而且呢 上節目 然後論述 像是誰 像是以前 就是2014年還當台聯的部分區第一名的 他們的基進的黨主席 陳奕齊 你看他是口才很犀利 他等於是 他等於是怎麼講 年長一倍的3Q哥 非常的這個台灣左派 而且呢是絕對是挺台獨的 等於是台聯的年輕版 就是台灣基進 陳奕齊當黨主席 還有這個張柏陽 看過吧 霸函四君子啊 他是這一次的霸函行動當中的領先人 當然韓粉討厭他 可是呢 韓黑就覺得說他是英雄了 這一次他也可能出來選議員 然後 上一次陳柏惟在台中說有一個海報 你應該有印象這個新聞 那邊說 啊被人家吐鼻狼子啊 把我當成是中共抹紅我 我就是鳳梨 這些話題都是 台灣跟中國的對決 就是台灣基進的論述嘛 PO出那個照片的是誰 組織部的主任 李宇貞 他也選過高雄市議員的 雖然上一次的2018年的選舉 那麼台灣基進幾乎是 不是幾乎啦 就是全軍覆沒 可是如果靠著這一次 陳柏惟的罷免案 把台灣基進的招牌打亮 他是一個小的品牌 現在把他打成是中品牌 不用到大品牌 不會到過民進黨 可是如果因為這樣 讓台灣基進的2022年 能夠有一席的議員 能夠上一個坦丟啊 可是前提是陳柏惟不要倒啊 那重點是陳柏惟 他根本認為他不會倒嘛 他根本就認為這個罷免案 以這個形式來看 黃捷的那個貓頭牌在那邊 那就已經知道了 高雄恨黃捷的韓粉多 還是台中恨陳柏惟的 所謂的柏惟黑多 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在高雄有很多人 是對黃捷不諒解的 跑去許坤仁議長 那個頂堂還塗口紅 一天到晚笑我們韓市長 對不對 韓粉就支持韓國瑜嘛 還說他是什麼草包 哪有翻白眼啊 這倒戲啦 那大家跑出來 結果呢 結果也不夠啊 這個動能依舊不夠跨過門檻 黃捷的動能 你不要去看黃捷贊成票多少啦 先不管黃捷贊成票 黃捷的反對票跨不過這件事情 讓台灣接近跟陳柏惟吃下定心環 所以我剛講的 包含李宇貞 包含了他們年輕的 高雄市長部的主委李星翰 你看我現在講這件 你根本都沒聽過對不對 可是未來 在陳柏惟的罷免 他們一個都會站出來 一方面挺陳柏惟 一方面打知名度 三方面呢 讓台灣接近變成是一個品牌 所以 還有這個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常常發表一些 臉書的文章跟談話的這個 吳辛黛醫師 他是個心臟血管科的美女醫師 他也是 台灣基進的不分區的立委啊 你看這麼多人排出來 台灣基進很多選將 他們都要進攻2022 那進攻2022需要宣傳 正好就靠這次宣傳了 所以我才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第一個 基進黨跟陳柏惟顯然覺得罷免案 雖然會有反對票 但是應該是說 雖然會有罷免陳柏惟的票 反對陳柏惟的應該會不少 可是他們評估不會過 第二個 民進黨要停 第三個 基進黨需要舞台 所以基進黨全力的在衝刺這件事情 不怕引仇恨職的道理就在這裡 三題的算盤呢 是因為既然我不會被罷免過 雖然那個票數或許不低 但只要不過 我就是賺到了 賺到一席議員是一席 一席立委是一席 不到2022還有2024啊 我剛剛已經講了再看一次 台灣基進在2020年的時候 那一次的選舉 除了民進黨國民黨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以外 台灣基進他的全國的佔比已經3% 那觀眾朋友 只要3%往上走2% 過5% 連不分區立委都有了 所以台灣基進正在做一個以小博大的遊戲 他很危險 他確實高風險 可是高風險帶來高貨利 3Q跟基進黨 他不怕把罷免的話題 衝高 因為呢 他們判斷根本不會過 所以要盡量利用正式的機會 打想台灣基進的招牌 前進2022 放眼2024 這就是3Q的算盤 以上是這個禮拜的五官觀點 請大家訂閱我們評判的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按小鈴鐺 要記得哦 我們下禮拜再見